这边 第一步 第一步一定是上下待机 要按这个参数键 看着啊 按参数键更改动作 按参数键更改动作 然后按参数键 你看里面所有的动作在里面了 然后还有一个下一页 按下一页都还有一部分 当然我们一般只用到第一页 你看第一页 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上下待机啊 关标移到第三下待机 然后按输入 好 第一步上下待机上下待机 我们上下待机的位置一定是零 这个不能改的啊 这个不能改 然后我们按数 你看你没有啊 没有啊 数键的话 那是不保存的 还会提示 还会提示你保存 那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引拔代机 引拔代机 第二步是引拔代机啊 第二步引拔代机 按参数键 然后我们引拔代机 引拔代机 然后我们引拔代机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才是零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调位置 那我们就按F1F2啊 再下一个动作 对 然后我们就按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输入 然后下来以后呢 因为我们那个机子 它有 它要要要切支 直接对按这些不用 切支啊 切支 这个切支啊 按一按 输入 然后第三步的话 就是恒星待机了 恒星待机 听一个 恒星待机 恒星待机的话 假如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啊 原位嘛 我跟你说一个位置吧 要不然的话等会要他到时你会 然后二二三 二三四点五这个位置吧 二十五 然后啊 这 这 这四步完了以后 一定是要加入一个 一定要加入一个 等待开模的信号 要不然的话 它不会下去的 这一步很关键 它三个轴待机完以后 一定是要等开模 这个信号 就等待开模啊 等就是一把模打开嘛 你真下啊 对 然后二十路见一样的 然后第五步 第五步呢 终于把模打开 我们就开始下去起产品 对吧 我们就下去起产品啊 那就是主币下行 主币下行不用按这里 主币下行 你直接按这里就可以 看到没有 主币下行 这里 这里 这里按这里就好了 主币下行 比如说我们下行 下行 我们下行到一个位置啊 二二二一交 啊 这里有个回正线上没有 啊 它如果它提示这个 你看 它现在下降不了 是吧 啊 我们按那个小飞 小飞 啊 这个提示这个 下降不了 那我们就按那个眼点键更改它的动作 按眼点键 那你看模内下行姿势是回正 这个姿势的话 我们就把它调整切枝 调整切枝 然后 然后 这个调整切枝 调整切枝 切枝 切枝 切枝啊 这个是根据它 调整切枝 它那里全部调整切枝是可以过的 然后调整切枝 然后我们按一样的按保存 OK 然后回来以后 我们这里的位置就连输了 然后我们按F1加好 比如说 我们下降到这个位置 下降到188这个位置 我们按F3导入啊 按这个输输 输入保存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下降也要 我们就前进 前进进息产品 前进进息产品 那我们就按前进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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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进到这个240系这个位置 啊 肯定的到240系这个位置 这里位置嘛 嗯 这就是对保存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吸 啊 直接吸 吸盘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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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盘吸吸吸盘吸吸 吸盘吸吸好 以后我们就开始后退啊 吸了吸好以后 我们就还后退了嘛 还没吸好 我们就后退后退的话 我们脚是时候 我们就让它啊 后退到 啊 后退到这个位置吧 后退到这个位置吧 100 160这个位置吧 后退到这个位置啊 收入 啊 然后按输入保存啊 后退以后 我们就上升 对吧 后退以后 我们就要上升了 上升的话 一定是要上升到零的 这里就不能改了 上升到零 上升到零以后呢 我们就上手臂上升以后 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啊 注数据让注数据光模嘛 就一定要给它一个可以光模的信号啊 引起光模 然后注数据它就光模 我们一根注数据就没关系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腾出来 然后按插数件 腾出 不用直接按这里 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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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按这里简单 腾出的话 你看 我们就按个f1加 腾出 你看这随便动作啊 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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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腾 差不多 然后按保存 然后横出来 然后我们就要退职就要回这 要回这 因为不回这的话 他下期是垂直的 他产品一翻就掉了嘛 然后回这 按收入这里 然后按收入这里 就回正 回正 回正以后呢 我们就回正以后呢 我们随便又要下架 下去放产品吧 对吧 嗯 下去放产品 那我们就下行 这是下一步 对 下行 下行好 下行到这个位置 角度都差不多了 我们二三保 下行 下行到二百二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我们就吸盘饭 吸完饭 吸盘饭出入 吸盘饭饭 饭完以后就饭完了嘛 然后我们就开始主币又上行 主币就上升 上升的话一定是零的 只要是上升的部队都一定是零 不能变的 然后我们就保证 上行上行来以后呢 啊 刚刚是回键的嘛 我们就要有一个切子的切子的动作 切子的动作啊 现在基本上就完了 又可以了